讀懂了知智通鑑 就讀懂了人生 何人讀通鑑 多谢关注何人讀通鑑节目 今期我们讲高齐亡国 自从高氏和宇民氏将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 接着又各自散为创立北齐和北周以来 这两个同出北魏一脉的政权就一直战争不断 起初是齐强于周 经过国力始绍比掌 占成拉居之势 最后变成周强于齐 早在563年和564年 德州曾经两次大规模东征北齐 第一次打到高氏家族的老巢俊阳城下 第二次围攻洛阳甚急 但是都被北齐名将段少和酷律歌打退 571年9月 齐平原中武王段少病死 段少极有谋略 由得仗士死力 入则困囚为厄 出则领军打仗 功高望重 572年6月 齐丞相博鲁江 因奸臣涵海 被女婿皇帝高伟 派力士杀死于皇宫之内 博鲁江跟随高宽出身 是高氏先后五帝 自触法从军未尝败不 身为敌国所忌惮 北侧皇帝宇文雍 听到酷律江死的消息 高兴到下令全国大赦 到他灭齐之后 仍然记得有这个人 说 如果酷律江在 我怎能入业城 下诏为他改造 追赠二号 封任后人 退华家产 572年7月 宇文雍下诏讨伐不齐 宇文雍亲率六万人马 和宇文献分两路直指洛阳 但是遭到頑强抵抗 未能建功 只好退回长安 576年10月 宇文雍发现洛阳方向难攻 改变策略 改攻进州 此前是决定两国胜负 甚至存亡的关键一役 北周皇帝宇文雍亲到前线指挥 而北齐皇帝高伟 他正是带着重机属飞冯小年 在天池围裂 军师来报 平阳以下 高伟想立即赶回去 冯飞几打都要再玩多一轮 皇帝听他说 在两军反复争夺城池的时候 为了方便逢飞观战 高伟竟然用弓城用的木头 专门为他踏了一条便桥 576年12月 周军最后攻克平弱 高伟立即想到的是 走路 首选方向是南陈 如果这条路不够 又转头向北 投奔达决 但是被军事阻难 最后只要回到老根据地进阳 周军尾除追击 准备合围进阳 高伟 夜斩五龙门而出 逃向名义角度 业城 周军夺取进阳之后 接收了大批贵戚官吏 实行大赦 并继续挺进业城 高伟在业城的朱雀门和留守的官员吃饭 询问有何宇宙之财 但是众说分文 莫冲一事 高伟自己亦担定主义 当时人心惶惶已经全无斗志 官员夜以继日偷出城外向周军投降 恒台报夷高卖就对皇帝说 现在的投敌叛变者 都是达官贵人 而军队事出 尚未离心 陛下可以将五名以上的官员家属 集中在山台之上 作为人知 以逼官员出战 如果战败 就纵火焚烧三台 这些人为了保存妻儿 必定死战 我军最近频频失利 敌军一定轻视我们 现在背城一决 必能破敌 但是高伟不听 有风水佬说 看叶城皇气 国家会有换皇帝之变 高伟于是和上司令高沿海等人商议 援引老豆高站让位给自己的先例 宣传于皇太子年紧八岁的子高行 五七七年正月 周国军队包围月城 只遇到象征式抵抗 攻入月城 高伟带着八岁随从出途 杜高皇河走到濟州 刚刚做了几日皇帝的高行 又趕快禅为于任城皇高佳 但是盟书没有说 宋法 高伟一行然后转去青州 计划进入南城 高伟的亲信大臣高阿罗公 将他的行踪密布周军 使周军尾随而知 高伟将全随身的金裸 挂在马安上面 和皇后妃笨世仔等十余人 向南移走 但是被周军将领 屈辞勤追究 全部犯下 绑顺业色 安德皇高延宗在拼州 任城皇高佳 和港陵皇高孝行 在信都 都坚持了一段时间 很短逆没什么意义的抵抗 力尽兵败彼琴 自此 北齐磨绝 高氏北齐这个政权 如果他不亡 实在是创天无眼 凡是腐朽皇朝可能有的种种弊病 全部他都有 比如 君王无盗 宗室真伟 后宫干政 监令弄权 宗席宴斥 智慧长城 民不聊生 等等 而很多贫死皇朝难得一见的歧视 他也有 最怪的就是 祖孙三代 连续三朝皇帝 都禅位 吴老 在二十八年的国造中 每个皇帝都未曾正经治国 是北齐的最重要特色 有些根本不知道何为治国 有些是想治 但是天不给他时间 杀魏开国的高阳 起初还算中规中矩 但是登基没几年 就私无忌惮 看他的所作所为 应该是有精神分裂症的 他遇走无盗 逢饮必醉 罪质失智 淫乱后宫 草家人命 他杀人可以兴恕到什么程度 只举一例就足以说明 尚书左暴亦吹潜病死 他去吹府吊桑 问吹夫人李氏 你有没有想念夫君 李氏答想 他说这样 那你就去探探他 随即亲手斩杀吹夫人 并将人头扔到墙外 高阳在位九年 死于他这种无聊还笑的人 不止一个 他死的时候 群臣都是假裂哭的 没有一个真是流眼泪 高阳死后 他的儿子高恩继位 随即发生了和阿叔高站增位事件 虽然由太皇太后出面摆平 但是十个月之后 高恩被废 让位于另一个皇叔高燕 在北齐的皇帝中 高院算是最似仰的 但是在位只得一年 就病死了 临终遗兆 由弟弟高站继位 这个高站 和他大老高扬的离谱法 不相上下 都是狂背 昏庸之背 围在他身边的 都是和士开 祖庭 这一类大奸大恶之人 甚至工人陆寧血 一介妇人 都能够在朝中呼风唤雨 和士开和祖庭 为了自保 就趁着彗星出现 天象是景 说 以徐旧报处 游说高站 是不为太子高位 祖庭上书说 陛下虽然贵为天子 但是仍然说不上是极贵 不如传位给太子 以上应天道 比北周两次大军压境 吓到荆皇不堪的高站 亦落得做太上皇 可以享受丘于天子的极贵 又不用理那些繁习的军国大事 可以自由自在 胡作非为 于是就传位太子 但是权力施毫 吴远放弃 所有军国大事 都要向他咒问 如果高站 贤位 以回应上天 警示的名义 实际上 是为了可以轻松作恶 高位的贤位 更加无耻 迅速企图推卸其亡国的责任 其实 高氏宗室 并非全部都是这样的不肖子孙 安德王高延宗 就是一位能守得住折操的列士 可惜 这样的宗室子弟在北齐 只不过是凤无伦角 亦没有足以给他们充分发挥作用的机会 高延宗是高宽大子高程的儿子 高伟的唐大佬 幼年 极还劣 但是大了之后 却明升甚佳 就在高伟被为 业城的时候 高延宗在拼州 布下将士看不过眼皇帝的所谓 强烈要求高延宗称帝 如果不是 就拒绝出死力抗州 高延宗为了遇敌救亡 可而临危寿命 即皇帝位 拿出皇宫副床和美女 上次仗士 消息传出 大批北齐军民不照而来 奔赴效力 而高伟听到 他对近臣说 我宁愿将拼州给了州国 都不想被高延宗得到 高延宗避敷之后 德州皇帝宇文雍 专他为上笔 但是他一直不卑不抗 宇文雍宴请北齐的前军神 要高位跳舞坐轻 高延宗悲愤到不能致前 多次想仰弱自杀 但是都被士皮 阻难 五七七十月 宇文雍 找个谋犯的藉口 杀了被枯的北齐触身 临刑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变称自己没有参与谋犯 企图可免一死 高门员宗却一个人 闭嘴不出 只是用衣袖来绞眼泪 最后用胡椒 塞口而死 长期王宗遗弃 瓦虎雷鸣 不思改过 毛利更新 这样一个无可救药的腐朽政权 不死 也没用 高齐王国就讲到这里 下期我们讲 杨坚散州 多谢大家